97公斤 这也是临时做了一个调整 在刚才啊 就是在两分钟之前 电子屏上显示还是要了95公斤 好的 没问题 平时加了两公斤啊 看来还是有这个实力 是 这位选手呢 最好的抓紧成绩是100公斤 100公斤这个成绩 是在今年的泛美锦标赛上创造的 2010年的泛美主动锦标赛 当时他的抓紧成绩100公斤 平均成绩123公斤 总成绩223 获得冠军 嗯 08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上 当时是获得了这个级别的亚军 当时的抓紧成绩并不是很高 只有96公斤 现在出场的是朝鲜选手吴征爱 嗯 这位选手呢 在08年奥运会上 当时是参加女主18公斤级的比赛 对 获得了第三名 总成绩的第三 嗯 当时他的抓紧成绩 在08年奥运会上 当时抓紧成绩是95公斤 但是呢 今天是升了一个级别的比赛 对 97公斤 第一把成功 第一把成功 第八把成功 是257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罗美联亚选手托克斯 这位选手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啊 这个参赛级别一直在变 去年的比赛当中他一直是打69公斤级 而且在以前呢 其实在09年的时候还打过这个58 对,基本上以58为主 但是也打过63、69公斤 所以横跨三个级别 是 看来这个选手有时候参加比赛也是根据自己的体重情况 要决定自己的参赛级别 对 目前抓举和停举的世界纪录是因为泰国选手托克保持的 这在以往的比赛当中我们也曾经介绍过 这个泰国这位选手呢一直在这个级别保持着 崇拜了很多年 对,对,对 甚至由于他的存在曾经一度在几季奥运队上我们没敢在这个项目上派人 我们没有派人 对 因为几季奥运队呢 他就是总成绩的第8名帝主 当时他的抓紧成绩101公斤 总成绩纪是530枪 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5届世界纪录奥赛第4名总成绩 设计 拉起来之后下蹲很深 这是韩国选手的一大特点 那么金秀晶参加去年的世界紫标赛 当时的开把重量是98 但是还没有成功 最后成绩是101 今天的开把重量是100公斤 成功了 我国选手欧阳小芳 抓取的开把预报重量是105公斤 在今天的十位选手比赛当中 开把最高的是 土耳其选手西姆赛克西贝尔 他的预报成绩是107公斤 对 来看一下现在出场的 这是摩维选手卡西亚路斯 在今年的欧洲举重几秒赛当中 卡西亚路斯是抓取104公斤 停举125 总成绩排在第六位上 看来这次准备的还是不充分 对 场上有什么问题 我们感觉到这位选手没有起来以后 一直在看场上 对 看那个杠铃 对 是不是感觉杠铃上的霉粉多了 我们再看一下漫画的 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 参加 参加女子63公斤级比赛的A组有10位选手 这里边包括09年的这个级别的世界冠军 哈萨克斯坦选手马亦亚 对 参赛 另外还有当时获得第三名的星赛克西贝尔土耳其选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另外一位朝鲜选手 林正信 这位选手是今天所有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1993年的25号出生的选手 很稳啊 他也参加了今年的第一届青奥会 对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林正信的这个国际大赛参赛经历 就是今年在新加坡的青奥会 当时他是获得了第二名 抓举当时是92公斤 停举120公斤 这才短短几个月啊 今天抓举居居然 100公斤开靶成功 这也有可能呢 在比 在青奥会的比赛当中呢 没有选手可能和他 能够形成竞争这种态势啊 对 可能降低了他的开靶重量 对 同时可能在实力上也有所保留 对 好那位选手卡西亚路斯 第二次试举100公斤这个重量 看来今天有点危险 我国选手欧阳小芳 他的抓举可能占的优势更大一些 所以说今天虽然他的预报开靶重量是只有105公斤 但是我想我们绝不会放弃对抓举金牌的争夺 对 因为目前欧阳小芳呢 还保持着全国的抓举和总成绩的记录 他在近去年全运会上 他的抓举是122公斤 平举是147公斤 总成绩265公斤 这个目前世界纪录呢是257 对 当时这个成绩还是很高的 欧阳小芳也确实是一个相当有实力的选手 但是在过去几年当中 有时候一些国际大赛当中啊 可能这个运气不太好 大家可能还记得06年多哈亚运会 当时他的受伤 是 他的当时膝关节受伤 还是很严重的 但是经过治疗 恢复 目前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可是呢 由于全运会结束以后呢 没有系统的训练 可能会影响他今天成绩的发挥 目前他的训练水平 还没有达到自己的最好水平 哈夏路斯要在两分钟之内连续的试据 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倒是也看到了欧阳小芳 感觉在说说笑笑 精神状态非常不错 是 刚才在后场我也看到他 医生呢 给他做签拉 做准备活动前的一些准备 哈夏路斯刚才的第一把是拉的不够 可能也有点别的问题 刚才第二把从慢镜头的回放来看 拉过了 杠铃定格的这个位置 已经过了身体的中心线 所以造成了杠铃的后调 现在第三把了 看他今天的出场 整个状态还没有出的最佳的感觉 哎呀 自信就不足啊 是出场就感觉到 好像不兴奋 嗯 没有那种 求战的那种欲望 这样一来的话 三把 失败 没有成绩了 这也是今天十位选手当中 第一个退出比赛了 嗯 但是他 结束抓局 对 结束抓局 但是他可以参加停举的比赛 嗯 他停举抱的开把125 应该说不高不低 他抱的是135 好像 哦 是125 125 嗯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 白俄罗斯选手 哈纳 哈纳在去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场 当时是抓起了112公斤 是获得抓局冠军的 嗯 看来这个选手的抓局确实是实力很强啊 他去年的抓局112 停举只举起了122 这两者之间差10公斤 这确实很能说明 差距很小 差距非常小 说明他确实是抓局很强 但是停举相对较弱 但是今天这位选手的开把 与他 零总年的开把擦了7公斤 在09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场 当时哦 差了两公斤 当时是103公斤开 今天是101 这位选手应该说通过几次比赛来看呢 抓局更占优势 但是停举 就像正像你刚才介绍的 与抓局的差距非常小 嗯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是哥伦比亚选手 尼斯达伊斯特尔 他的第一把是97公斤成功 这一把加了4公斤 101 好的 比较果断 嗯 63公斤这个级别上 其实我们确实也是涌现出过很多非常优秀的选手的 但是正像您刚才介绍的那样 由于过去有泰国选手通俗客的存在 我们在几届奥运会上 没有太敢在这个级别上派人 是 我们从 只在2000年派过 那个这个级别的参赛 当时是 呃 陈小米 参加的是女子63公斤的比赛 那么04年 08年 我们就 没有派出这个级别 嗯 好 来看一下朝鲜选手吴正爱 这位选手在去年的第五届东亚运动会上 当时是获得了总成绩的第三名 当时他的抓举是96 停举125 但是我们看看他今天啊 第二把就到了101 没有拉起来 高度不够 这个选手的体重是所有选手当中最小的 他的体重只有60.22公斤 比其他选手都轻了两公斤之多 是 如果按照比赛呢 他等于说可以到63公斤 在今天的十位选手当中呢 从预报成绩来看呢 哈萨克选手 马亦亚和土耳其选手 西姆赛克西比尔 排在的最高 对 预报的是总成绩是245 好 我们看到现在出场的是 罗马亚亚选手 库克斯 库克斯的第一把是98公斤成功 这一把加的不多 三公斤 发力啊 还是非常舒服的 对 他这个动作应该说做的还是比较规范 在09年的世界警告赛上 获得抓局冠军的成绩是112 那么当时还有俄罗斯选手是111 看来今年这几位选手的开把重量都无所保留 嗯 现在我们看到朝鲜选手吴正爱 第三次走向聚中台 最后一把 这个选手1984年的1月17号出生 这还是没有拉到位 还是不够 上一来的话 他的抓紧成绩只有97公斤 这次朝鲜也是派出了两位选手 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吴正爱之外 还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小将 刚17岁的林正信 而且刚才林正信的抓紧第一把就100公斤成功了 第二把要到了104 这次朝鲜队派出的这几名选手 应该从前面的比赛来看 成绩都有所提高 特别是在男子的62公斤级比赛当中呢 对 朝鲜选手获得了这个级别的总成绩和停举的冠军 并且当时成绩还是很高 达到了320公斤 好我们来看一下哥伦比亚选手 Mr.伊斯泽尔 这也是他抓紧的最后一把 103公斤 104公斤 自己成功之后也是非常兴奋 三次试举 三把全部成功 我国选手欧阳小芳 依然没有出场 他预报的成 开把重量是105公斤 应该说很快就要出场了 对 现在场上的杠铃重量是103公斤 现在出场的是罗曼尼亚的库克斯 他的这把也是只加了两公斤 失败 像这种失败呢 还是有一点遗憾的 因为他带的高度啊 也基本接近高度没有问题 就是没有到位 那您觉得就是 其实还是技术动作的细节上 对 看一下慢动作 基本高度是没问题的 就是说再稍加一点力量 进肩不够 进肩没有进肩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位选手也结束了招击比赛 他的成绩是101公斤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今天比赛当中 年龄最小的这位选手 来自朝鲜的林郑信 他刚才第一把是100公斤成功 现在第二把要到了104 比赛本市场 很稳 哎呀 这个真是相当稳啊 对 没有急于起身 那么我哥选手邓威 也是93年出生的 这次获得了18公里级的 停举和总成绩的金牌 看来这90后的选手呢 已经开始挑大量了 对 已经向80后的选手发起冲击了 对 并且他们的场上表现呢 还都非常沉稳 虽然年龄不大 我们看这个选手林郑信 这两把的表现 确实是相当稳 嗯 欧阳小芳出场了 欧阳小芳其实年龄不大 但是也绝对算是 中国举重界的老队员了 是1982年的选手 06年世纪赛的冠军 非常好的 刚才提到了欧阳小芳呢 是一位老队员 他的技术动作非常娴熟 参赛风格非常心理稳定 嗯 他出场 只要你加上这重量 教练员就可以放心的 让大胆的让他举 不用担心 他技术动作非常稳定 闲熟 心理也非常稳定 所以呢今天呢 我想欧阳小芳呢 他的强项是在抓局上 对 那么他主要的竞争对手呢 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是去年的冠冠军 马尼亚 不过去年的市井赛上 马尼加马尼亚只是抓起了105公斤 是今天开把重量就105公斤 当时他的抓局都没有能够进前三 完全是凭借停举的优势 是 获得了这个冠军 当然他去年也是105公斤开 哎呦 别是 去年比赛的重演 去年的09年的比赛呢 他当时也是105公斤开把 可是呢 第一把和第二把都没有成功 只是在第三把实体当中成功了 所以今天呢 依然是105公斤开 我们看他这个 好像这个节奏也好 还是这个支撑也好 不积极 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选手金秀精 他的第二把105公斤 金秀精是1985年出生的选手 去年在这个级别当中是总成绩排在第八位 当时抓紧成绩是101公斤 哎呦 稍微的偏 还是成功了 不错 自己也非常的兴奋 对他来说也是提高了抓取的成绩 这也是他有史以来参加比赛呢 最好的一次 没错 他去年世锦赛上尽管这个抓取只有101 但是已经是他在世界大赛当中的最好成绩了 那么当时呢 也是在韩国羔羊他的家乡比赛 对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他当时是获得了第六名 但是这个抓取当时只有93公斤 所以看来这两年他的这个进步确实是非常大的 这是白俄罗斯选手哈娜 去年世锦赛抓取的金牌得主 当时成绩是112 今天这个要把的节奏来看 要想达到112是难度很大的 基本是不可能 这一把加到105 那么要想达到112下一把加7公斤 这是不可能 在比赛大陆这种情况出现的 特别是抓取 哎哟 发力节奏不是特别的清晰 而且这个拉铃的高度也不够 看来从09年比赛完以后呢 他的训练不是很系统 另外是否有伤病的存在 这些可能 在今天的这十位选手当中啊 哈娜应该说身材算是非常高的一位 是 那么现在场上呢 土耳其学手新赛格西本 依然没有出场 对 他的开把定的是107 现在出场的是 哎呦 他可还是情况这样 这难道历史又要重演吗 去年就是105的开把连续两次失败 今天又是 菲利把自己逼到最后一把 并且我看到他这个右手啊 右肘 就即使成功了 也会要判断失败的 他始终有趋身 你看 哦 没错 所以说呢 运练同样的错误 应该是不允许第二次重犯 这种情况来看呢 抓取的金牌呢 主要是在欧阳小方和 土耳其选手之间竞争了 先来看一下 白俄罗斯选手哈纳 他的第三把 这也是个老队员了 参加过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的 当时悉尼奥运会是获得了第八名 这是81年出生的老队员 04年的雅典奥运会 当时表现不错 获得了一枚银牌 总成绩的银牌 当时雅典奥运会 他的抓取成绩是115公斤 哎呦 今天不行 今天确实这个状态不好 最终的抓取成绩只有101公斤 那么现在场上应该说只有哈萨克斯坦选手 马亦亚只剩下最后一次试局了 如果历史从严也算是好事 就怕可能不从严 第三把不起来就更麻烦了 这说到哈萨克斯坦呢 去年确实震惊世界 我们一直在过去多少届当中 中国女子举重队肯定是金牌的第一 结果去年我们只拿到6枚金牌 而哈萨克斯坦拿到了7枚 哎呀 真是啊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这一幕跟去年完全一样 同样的重量 同样的成功情况 是这样呢 其实教练和运营应该很好的去总结 他的开把重量是否有变化的可能 要不然的话 再有一次这个运营都会形成 心理障碍和心理阴影的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调整一下的开把重量 对 那么从场上的情况来看 那掌声的情况来看 这就是土耳其的西姆赛克西贝尔 也是09年世姆赛的第三名获得者 当时他的抓举是108 他把重量调了 降低了一公斤107 那么这位选手呢 在09年的世界锦标赛上 当时的开把重量就是108 但是成功率比较低 这么一调的话 就要由朝鲜选手林郑信先出了 哦 这个变化对队员心理都是一定影响的 对 也许是一种战术安排 西贝尔原定的107开把 结果突然加一公斤 这样的话就把朝鲜选手林郑信先挤出来了 是 这是林郑信的第三把 前两把100 104都是很轻松的成功 哎呦 偏右了 偏右了有点 杠铃不平衡 还是应该有希望抓起重量的 我们通过慢动作一会儿可以看一下 他的动作有点向右偏 这个我们经常也说到是不是腿还是有点伤 你看 他偏到右边去了 这样朝鲜选手林郑信呢抓据成绩是104 韩国选手金秀精也是最后一把107公斤 这个突然区选手啊可能教练员看了后场的整个加重情况 几位选手都都在107 我干脆我跳到108 这样是那个 我在体重上呢 因为他不占优势 对他不占优势 哎呦 歪了 再往回调 不容易啊 其实他第二把的时候也有一点歪 对 但是没有这么幅度这么大 这么大 并且呢刚才抓起来以后自己想喊 嗯 结果杠铃又有点晃动 对 抑制住了这个兴奋 这抓据啊这样偏了之后把他找回来确实是难度很大的 嗯 终于轮到了东道主选手出场了 东道主选手西姆塞克西贝尔 这是1984年出生的选手 哎呦 哎呦 几乎是个半高抓呀 我们看这个这是一个半高抓的一个动作 这说明他的实力还很强 对 我不知道他这次是有意的半高抓呢 还是说他平时训练就这样 这样的动作 所以我们看一看他的第二把第三把 都没有蹲下去 没蹲 这说明杠铃的高度拉得很高 那么这位选手在09年的世锦赛上 当时的开把重量也是108 但是呢是第二次获得成功 然后当时的106 后来第二把加到108 在不久之前的欧洲锦标赛上 当时西贝尔也是获得了冠军 抓据成绩是110公斤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选手欧阳小芳 他的加重 欧阳小芳的体重是62.59 如果举起同样的重量依然是抓起来 对他的体重要比西贝尔要大 要重62.43 还是很稳的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期待一下欧阳小芳的第三把 那么现在场上呢 欧阳小芳只剩下一次戏球 对 土耳其选手西贝尔 还有两把 那么这个重量呢 因为欧阳小芳的体重是62.59 那么西贝尔是62.43 比小芳要轻 要轻 而且西贝尔的这个签号还比小芳要靠后 靠后 所以现在又 按照这种情况来举的话 那么欧阳小芳肯定加到110要出场了 对这个金牌争夺 可能欲望不是很强烈 怎么现在屏幕上给出的还是欧阳小芳的名字第三把109 这应该是一个建脑自动加的 自动加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西贝尔 111公斤 欧阳小芳第二把加到了100 还没有出来 小芳的加把还没有出来 西贝尔的这一把是111公斤 不久之前 他夺得欧洲举重几秒赛冠军的时候 抓紧是110公斤 现在是三个一 主场作战 我们看这个选手 眼神当中透露出的这种斗志 斗志高昂 夺金的欲望很强烈 欲望很强烈 场上重量出了问题 但是他依然在走表 对 这个表刚停 停下来了 少加了一个片 又是要重演去年那个市锦赛的情况 不过这个队员确实惊演很好 他能发现少加了一个片 少加了一个0.5公斤的片 对 这个心确实是很细 这运动员一般都不会在意这个动力 这个重量的 上场之前基本上都是在想动作 对 哎呦 受伤了 受伤了 动作没有做完全的时候 他这个起身有点太着急了 这样一来的话劲儿松了一下 这是很危险 不知道他是否能够还继续参赛 没有完全稳住的时候 对 站得有点急 急了 站得有点急 你看 很可能这次伤还不是很轻 整个关节都在抖动的过程当中 他就急于起身了 对 稍稳一点 可能这马就成功了 从拉铃的情况来看 这个重量应该没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就是站的时候呢 有点杠铃还没有处在一个稳定状态 他就起身 那么这次呢 对他的第三次失去还会有一定的影响 对 至少心理上有一个影响 现在屏幕上的记事钟已经停了 看来他要调重量 欧阳小芳现在是要到了112 如果土耳其全手 西贝尔调重量的话 那么小芳恐怕要先出 目前呢 欧阳小芳是排在抓取的第一位 第二位 第二位 108公里第二位 那马的加重呢 是否有可能可以考虑说 当时要是加到109呢 嗯 确实啊 刚才应该考虑一下109这个重量 因为首先体重比对手大 另外呢 签号比对手靠前 你具体相同重量排在对方的后面 这样的话还是比较被动的 对 有一定的被动 嗯 因为他现在土耳其全手 依然还是排在抓取的第一位 对 哦 这位选手看来 依然 哎 这刚才记事钟已经 记事已经停了 停了之后 过了一会儿才又开始重新走 这事实上给了西贝尔 一个更多的休息时间啊 另外这是不是 我考虑到 有医生在征求他 是不是还能比赛的 这样一个原因 嗯 但总之按照比赛规则来讲 这实际上给了西贝尔 更多的休息时间 是的 这个选手的一直品质是没得说 嗯 这真是裁判不该出现的问题啊 少加一个钢铃片 是0.5公斤的 对 如果去年的 去年那种情况来说 是 不平衡的 但是 我和选手 王明娟当时还是 提起这个重量 对 那么现在抓取比赛 全场还剩下 欧阳小胖的最后一把 112公斤 小胖要想拿到抓取的金牌 就必须要比对手 多一公斤 多一公斤 那么现在这个重量和 09年 夺冠的重量是相同的 都是112 那么亚军的成绩也是111 没有问题 稳住 好的 漂亮 那么随着这一局呢 欧阳小胖也为中国举重队获得了本届世界锦标赛上的第10枚金牌 112公斤 这个成绩跟去年的抓取金牌的这个成绩是完全相同的 银牌的抓取成绩也是111 这一把确实是非常的利落 非常的稳的 欧阳小胖确实是无论任何时候出场 总是让人感到非常的放心 是 只要加上这个重量 只要他出场 我们就感觉到这位选手 他就一定能够成功 对 是一位老将了 另外全运会以后呢 还没有投入到非常系统的训练当中 这个恢复训练呢 还不足几个月 所以今天的表现非常优秀 好 我们再一次的恭喜欧阳小胖 好 观众朋友 那么抓取的比赛就到这里 稍是休息之后 我们继续来关注停取的比赛 稍后见 8名 到了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 获得了63公斤级的亚军 当时的总成绩是242.5公斤 抓取当时是115公斤 那个成绩呢 也是他近年来在世界大赛当中 抓取当中最好的一个成绩 最好的成绩 总成绩也是 对 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 这个级别总成绩能上240 这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是的 果然啊 真的像您刚才遇到的那样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是有困难的 这个选手呢 很明显的抓取和停举的相差比较小 这也说明他的这个选手的停举的实力比较弱 参加本届世界举动锦标赛 中国举动代表团派出了7位女选手和8位男选手 在已经结束的女子48公斤级和女子58公斤级的比赛当中 中国选手获得了四枚金牌 还有三枚金牌 两枚金牌 两枚金牌 现在 53 53总共五枚金牌 现在加欧阳小方是六枚金牌 对 女子53公斤级呢 是陈晓婷获得了抓停组三枚金牌 那么在58公斤级比赛当中呢 邓威是获得了停举和总成组的金牌 那么今天欧阳小方已经获得了抓举的一枚金牌 对 这也是本次中国举动队的第十枚金牌 是 在男子的比赛当中呢 是56公斤级获得了抓举停举的三枚金牌 62公斤级获得了停举的金牌 那么在21号的比赛当中呢 将由中国选手廖辉出场 我们看哈纳的这个情况 这个身体状况确实可能是有问题 有伤 是 我觉得他这第三次试举呢 要是成功呢 也是非常有难度的 不过这位选手呢 还是很顽强的 走上场 准备第三次试举 通过他面部表情来讲呢 来看呢 确实有点 对 有点痛苦 有点痛苦 并不舒服那种感觉 我们看他也是捏了捏右侧大腿的这个 可能是有伤 鸡群 骨斯托鸡的这个鸡群 骨斯托鸡的这个鸡群 就是刚才他走上举重台的时候啊 教练也摇头叹息了一下 在他没有举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细节 可能教练心理也是清楚的 但是运动员还是很顽强的 坚持举完了第三把 这个运动员呢 应该说身高 腿长 你抓举还是比较适合这种身材的 对 但挺举呢 可能要 他要送到杠铃的高度要高 所以说呢 这个腿长呢 可能就会 对他的停举的发挥 有一定的影响 这样一来的话 哈纳也结束了比赛 最终他的 抓举成绩101 停举成绩115 总成绩216公斤 好 我们现在看到出场的 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 卡西亚路斯 这位选手在抓举当中是三把 100公斤失败 没有抓举成绩 今天停举第一把 120公斤 应该说他也是降低的开把重量 越来越爆越是120 125 做了一把硬拉 现在总成绩 哈纳的 应该说还没有B组的运员成绩好 对 B组有两名运动员的成绩 分别是220 224 哈纳现在只有216 是 中国选手欧阳小芳 预报的开把重量是123 如果是按照这个重量开把呢 马上就要出场了 对 但是现在呢 场上这种情况 我想对欧阳小芳的准备活动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你这个节奏可能会有所被打乱 对 因为现在挪威选手卡西亚路斯的话 需要连续的试举 这又是两分钟的时间 因为按照场上这预报的情况来看呢 欧阳小芳如果是以123公斤出场的话 这个挪威选手卡西亚路斯呢 出场完了以后 很可能就是要欧阳小芳 我们看小芳已经往处走了 那这么一来的话 说明卡西亚路斯加重量了 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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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了后两次的停止 现在是中国选手欧阳小芳出场比赛 场上的重量是123公斤 那么今天他这个开把重量爆的还是比较低 但是主要是为了争夺团体的前六名分速 确保稳 好我们来看一下欧阳小芳的第一把停举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很轻松 好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低开但是并不影响他的成绩的发挥 就像刚才我们在抓紧比赛当中看到的欧阳小芳开把重量并不是很高 是105公斤 而土耳其选手当时的开把重量是108 结果呢最后还是输给了欧阳小芳 对 这主要还是看成功率 现在场上显示的是土耳其选手 又变了 哦 又改变了 怎么又改回欧阳小芳的名字了 这是不可能的 我想欧阳小芳不会在126公斤 对 他不会要到这个重量 对 所以看来这个现场的这个表还要会变 哦 现在看来还是没变 连续试局 还有一分二十多秒 哦 那看来今天的打法呢还是采取稳的 只加了三公斤 停举阶段加三公斤 对于小芳来讲 这个您觉得这个战术安排到底是什么意图呢 那么这也可能教练根据后场的准备活动情况 嗯 和欧阳小芳的体能状况来做出这种决定的 不过这一下子跟我们刚才 所以 哎 我们看有一个裁判追过来是 没有关系 贴他那个签号 对 那么这样的话欧阳小芳要想夺得今天总成绩的 金牌 难度就更大了 难度更大了 嗯 一百二十六公斤这个重量确实是有难度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哈斯克斯坦选手现在 曼扎马亿亚开把已经要到了一百三十五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很轻松 停举阶段加三公斤确实对他来讲不算什么 嗯 那么现在场上应该说还有 七位选手没有出场 对 六位选手没有出场 我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举完了两把 七位选手没有出场 欧阳小芳在二零零六年的亚运会上呢 当时他的膝关节受伤 右膝关节受伤 但是后来经过治疗和康复 完全恢复了自己的这个运动功能 嗯 并且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本场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选手 来自朝鲜的林郑信 他的开把重量一百二十七公斤 他的抓紧是一百零四公斤 成功了 这年轻选手确实也是比较可怕 嗯 不过刚才他第一次的翻站呢 感觉并不轻松 对 我想他第二次施加的重量不会超过三公斤 这个朝鲜选手好像也有这样的特点 翻站艰难一些 但是上送对上挺的过程呢 都比较容易 呃就是显得更比翻站要轻松一些 对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韩国选手金秀英 金秀金 金秀金 这位选手在09年的世界紧张赛上 当时的开把重量也是一百二十八 嗯 但是这个选手今天提高了抓紧的成绩 这也是参加过两期奥运会的选手 04年的雅典和08年的北京奥运会都参加了 雅典奥运会当时总成绩排在第五 北京奥运会是排在第六 没有问题 那么他现在总成绩已经打到了235 这位选手1985年的8月6号出生 去年的世锦赛场 当时他在停举当中是停起了131公斤 是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哥伦比亚选手 尼斯达伊斯泽尔 这位选手的抓紧成绩是103公斤 排在第六位 还剩10秒了 很兴奋 嗯 这个发力节奏非常快啊 对 这个选手呢 很有特点 他在这个没有做动作之前呢 他的是一个高臀部的这个位置 一般不像其他运点 蹲的 对 蹲的很低 对 而且我们看这个翻站速度也很快 嗯 上送的过程呢 也很果断 嗯 哎呦 欧阳小芳马上要出第三把了 嗯 129公斤 如果129成功的话 那么目前在停举当中 这个成绩 也并不是非常的出色 但是呢 从总成绩来看还可以 1240亿 成功的话能暂时排在第三位 总成绩的第三位 好像是小芳马上微轻部 我们这两个座 上一座 但是我们这些 我们这三个确保 我们这三个厨房 我们这一座 是小芳马上 我们这两座 好 公共 好 会不会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伤病的情况呢 现在我想主要是提高队员的成功率 并且它的总成绩呢 现在是达到了241 241 那么这个成绩呢 09年的世界警察赛 当时的总成绩是差了五公斤 当时是246 可能是为了保护运动员的膝关节 因为小方呢 膝关节还是有伤 恢复训练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对 另外呢 中国选手可能还要备战下一段的连运会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是来自罗马尼亚的选手库克斯 他的开把130公斤 今天怎么几位选手都出现这种情况 一个硬拉呀 什么问题 您觉得在比赛当中选手一个硬拉之后就松了杠铃 一般来讲会是些什么样的情况 这有可能啊 他对这个这次的试举呢 准备的不充分 第二呢 可能更主要的是有伤也有这种可能 比如拉了以后呢 感觉他拿一个部位不舒服 不舒服了 就放弃了这一把 但是呢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 应该说是最忌讳的就是运运上场是硬拉这种动作的 因为你每个运运也上场只有三次的试举机会 你一次硬拉 那就浪费了一次试举 我们看到哥伦比亚选手 罗马尼亚选手硬拉完之后调了重量 调了重量这样一来的话 突然就把朝鲜选手吴正爱给推出来了 刚才出场的时候我们都看到 这教练非常着急啊 往处推他 他的时间不够了 现在还有22秒 按照一般规律呢 可能他要连续试局 或者是要有休息时间 但是他改重量 突然他改重量 不错啊 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下出场 但还是很好的完成了比赛 是 这对于连世纪有一定的心理影响 是 就是他没有做好准备 就马上就要出场了 这土耳其选手啊 也是更改了开把重量 原来预报的是125 现在场上重量是130公斤 好 我们现在看到西贝尔出场了 他 这样的话 他只要举起这个重量呢 他就赢了欧阳小芳的总成绩 对 他的总成绩就达到了241 而且他的体重比欧阳小芳要轻 对 他这种加法也是一箭双雕啊 很轻松啊 西梅赛克在今天的抓局的第二次失举当中呢 他的走关键好像有点伤 但是呢 对 又没有影响他第三次 看来这个停举好像受到的影响不太大 对 他在那个09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 当时他的开把重量是128 那么最后呢 他的停举成绩是135 这说明了这个队员的停举 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 那么目前随着西贝尔这130公斤成功 那么他目前是排在总成绩的第一位 就在一竞出场的比赛一篇当中 是排在第一位 那么欧阳小芳呢 是241排在第二位了 好来看一下朝鲜选手林郑信 这位选手 要抄少年纪录 因为这个今天只有他有这个资格 他是1993年2月5号出生的选手 是 还不到18周岁 这个选手也是有个习惯啊 翻战完之后 这个双手要重新调整一下 哎呀 那个成功 女子63公斤呢 少年记录是群举是128 所以说呢 他刚才130公斤 现在是罗曼尼亚选手第二次失举 也就是在第一次做硬拉的一个运动员 哦 连续两把这样啊 那看来这个比赛悬了 不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 嗯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按照顺序 现在应该是继续由朝鲜选手林郑信 出来举这个重量 在比赛当中呢 像罗曼尼亚选手这样的适举呢 还是不多见的 对 如果有伤呢 有可能就会要放弃了 嗯 而两次硬拉 不知道什么原因 好 我们现在看到朝鲜选手林郑信 第三次 这也是他停举的第三把 重量还是130公斤 如果起来的话 将创造一个新的这个少年纪录 对 少年纪录是128公斤 哎呀 从他举第一把127那个情况来看还是非常轻松的 翻站还是有点困难 翻站有一些困难 上挺还是很利索 对 所以说呢 关键看他的翻站 嗯 我想对于一位年轻选手呢 今天他也可能是圆满完成自己的比赛任务 嗯 他的抓举是104公斤 停举127 总成绩231公斤 嗯 这个成绩呢 暂时是排在第五位 抓举104公斤 我们现在画面里看到的是 哥伦比亚选手 尼斯达伊斯斯尔 我看来场上有 重量在进行调整 这11 杠零的重量是加到了131公斤 现在显示的应该是 土耳其选手 辛普赛克齐贝尔出场 这是不可能的 对 这就说明了 刚才土耳其选手举完以后 他的教练没有去更改重量 对对对 没改重量 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教练 突然的非常着急的跑了 对 去改重量去了 果然现在重量改成了132公斤 那么将要出场的是 哥伦比亚选手 尼斯达伊斯斯尔 这个选手应该说场上作风 还是很硬朗的 对 这种参赛 就是获胜的愿望 也很强烈 这个选手第一把128公斤成功 这一把是加的也不多 三公斤 看这样的选手举重 感觉到非常的过瘾 有气势 对 这种参赛的 这种参赛的 成功了 非常的力量 我们看到一年在场上获取成功以后呢 教练脸上也面带微笑 现在场上应该说是罗马尼亚选手达尼拉呢 放弃了第三次的失局 那么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他前两次硬拉呢 可能是身上有伤 确实是有伤在身 对 好 现在出场的是韩国的金秀精 他的第二把要到了133公斤 这个重量根据他的抓举情况和以前的停举情况来看 还是非常有希望成功的 去年停举的最终成绩是131公斤 哎呀 班战没有完成啊 看来这个重量对他拉脚也确实是个挑战了 是 因为他今天的抓举啊 确实提高了成绩 那么抓举提高了 这说明他今年的一年的整个训练呢 还是很系统很正常的 对 现在是朝鲜选手吴正爱要出场了 我们看看这两位选手的体重情况 这吴正爱是今天本场最轻的 年龄有一个是最小的 吴正爱的体重60.22 距离标准现在差了两公斤多呢 哎呀 看来韩国和朝鲜这两位选手在133公斤 这个重量上呢 第二次世界都没有成功 那么场上呢 哈萨克斯塔选手马亦亚呢 还依然没有出场 他是135公斤 开把重量 那么这样从场上的情况来看呢 争夺总成绩的金牌 主要是在 土耳其选手和哈萨克斯塔选手之间产生了 没错 因为欧阳小方现在目前的总成已经输给了土耳其选手 西姆赛克西贝尔 好 再来看一下韩国选手金秀经 这是他的最后一把 那绝要拿萨克斯塔选手 起不来了 确实是到极限了 去年的世锦赛场 当时最终的停举 成绩131公斤 这也是他过去六年来 唯一的一次 在国际大赛当中 成绩上130 所以今天133公斤 这个重量看来 对他来讲确实是 已经是到了极限 难以超越了 这个选手呢 去年的世锦赛呢 抓举和今年抓举相比 抓举提高了三公斤 对 而停举呢又下降了 两公斤 那么这样 韩国选手金秀金 也结束了他的 今天的比赛 总成绩是235公斤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朝鲜选手吴正爱 他的最后一把 也是这个重量 同样是第二把实力 第三次试剧 看看他能不能成功 看看他能不能成功 就是130公斤 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 总成绩是227 那么现在场上呢 还有三位选手 没有结束停举比赛 一位是 哥伦比亚选手 土耳其选手 也两次试取 那么哈萨克斯尔选手 还依然没有出场 这个重量啊 看来确实是太大了 比如说比赛当中啊 选手需要这种 横向的移动来 找这个杠铃 那是很难 这个平衡点刷 确实是非常难的 而且很容易受伤 是的 现在我们看到 哥伦比亚选手 尼斯达伊斯泽尔的 最后一把 134公斤 这位选手前面是 128 132 134 三把 中间是加了6公斤 他如果举起这个重量 应该说他已经获得 总成绩的前三名了 对 我获前三名 没问题 没问题成功了 今天这个选手的成功率 也是相当高的 六四出手 六把成功 我想他是圆满完成了 今天的比赛任务 结束后呢 与教练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这样的话 他至少可以确保 在停举和总成绩上 都有奖牌入账了 是 他现在应该说 停举是排在了 第一位 目前是目前第一位 而且也不会掉出前三了 对他现在应该说已经稳获停举和总成绩的前三名 对 因为目前呢 还剩下土耳其选手和哈萨克特两位选手了 全场一共还剩五把 对就结束了今天的停举的比赛 土耳其选手已经加到135场上 又回表了 现在显示的是135公斤 土耳其选手西贝尔的要的重量 果然就按照这个重量出了 来看看体重啊 西贝尔的体重是62.43 因为他现在啊 哈萨克特选手肯定是更改的重量 对 不是135开了 要到了136 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大屏幕上显示 哈萨克特选手要到了136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把西贝尔先出 取135 好 危险 感觉到危险 因为在这个比赛当中 还有点战术安排 那么哥伦比亚选手呢 尼茨达 是134公斤 如果是土耳其选手的 他的体重实际呢 要比 那个要重 所以说他只能加一公斤去取 对 所以说先把停举 先把所有的选手先赢了 我才能取 没错 但是呢 现在这个场上这个情况呢 实际上他是排在了 总成绩的第一位 可是呢 哈萨克特选手呢 还依然没有出场 我们看看呢 哦 这个玛伊亚 他也必然要加到136公斤 对 因为他的体重 我们看一下 他的体重倒是比这个 西贝尔要轻 轻 所以说呢 他抓局是105公斤 那我这样的第一把 如果是成功的话 直接就达到了 这是就刚才又讲到 一键双雕 就赢了你的停局 对 又赢了你的总成绩 我剩下两把 我再看你情况怎么去 没错 没错 所以说呢 这是哈萨克特选手的 必然要加到136的 他要到136之后 如果起来 总成绩也是241 但是在他 在西贝尔 在欧阳小芳三个人中间 这三个241中间 他的体重最轻 最轻的 他现在看来西贝尔也 西贝尔加重量了 对 西贝尔也肯定要加重量 这样一来的话 哈萨克特选手 玛依亚出场 136公斤 这个选手的停举实力 确实是强啊 去年的这个事情赛场 哈萨克特选手 当时是停举成绩 141公斤 夺得了冠军 现在场上虽然仅剩下 四次失局 三次失局 可是呢 竞争最激烈的时候 也就在这一刻 现在西贝尔的重量 要到了136公斤 如果起来的话 总成绩247 要稳一点 这个队员 别着急走 别着急走 稳一点 哎呀 看来又失败了 很可惜啊 这两把真是可惜啊 要没有收紧呢 对 这样呢 实际哈萨克特选手 玛依亚已经稳惑 停举和总成绩的金牌了 对 这托尔基选手 这一次失局啊 确实很遗憾 嗯 实际他已经吸取了 第二次的教训 但是没有收住 腰没有收紧 关键时刻 功亏一篑啊 嗯 我们看 哦 你看这腰一直没有收紧呢 对 所以说下面不稳 上面就很难稳定住 哦 现在我们看一下 哈萨克特选手 他把重量加到了143公斤 现场的大屏幕在显示 这是一个新记录 那这应该是一个 停举的世界记录 停举的新的世界记录 对 现在的世界记录 原来的世界记录 142公斤 是由泰国选手 通俗客保持的 因为他现在呢 已经放松了 嗯 我既获得了停举 和总成绩的金牌 对 我就要冲击一下 冲一下世界记录了 并且应该说 还有这种能力 他去年的市井赛上 当时是停起了 141公斤 对 所以今天来拼一下 143 这个新的世界记录 成功了 而且感觉还是有余量啊 看来这个 我们看他的教练啊 教练比他还兴奋 是 这是比赛一来呢 第二个世界记录被打破 这些市井赛上的第二项世界记录 童苏客的那个记录 是在2005年多哈进行的 举重市井赛上 创造的 创造的 这个选手确实是实力惊人啊 去年的市井赛上 获得了停举和总成绩的冠军 也是在最后一刻 停起了141 果然 现在我们看到现场的电子屏上 已经显示这位选手 放弃了第三次的试举 那么这样一来呢 他就以停举143公斤 这样一个新的世界记录成绩 获得了本届市井赛 女子63公斤级停举的金牌 在总成绩上 他达到了248公斤 这个成绩也超了他去年 夺得冠军时候的成绩两公斤 获得了停举和总成绩两枚金牌 中国选手欧阳小芳 是获得了抓举的金牌 好观众朋友 2010年世界举重锦标赛 女子63公斤级A组的比赛 就为大家转报到这里 也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庞高兴指导的精彩点评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观众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们再见